台报道 还记得去年12月10号 马总统到景美人权园区 替世界人权日开幕致辞的时候 908台湾国总召王献吉丢职求鞋抗议 遭到台北地检以违反极油法起诉 王献吉痛骂 离异式贪污都可以被轻判 马政府根本就是用大鲸鱼对付小虾米 而他也讽刺的说 决定要去办国民党党政 看可不可以逃过刑则 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去年12月 马总统到景美人权园区 替世界人权日开幕致辞时 隐身台下的908台湾国总召王献吉 冷不防丢出一只运动鞋 差点砸中马总统 就是因为这个动作 遭到台北地检书 以违反极会油行法提起公诉 这次这段也那么多都侵犯 那我们也没有伤到你 也没有丢到你 我在丢的时候 你那个支持集会照常进行 也没有中断 说起诉我违反集会油行法 这不是闹国际大笑话 真是没建议 根据集会油行法规定 王献吉可能面临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磕或病磕三万元以下罚金 让他同体把政府办案两套标准 荒商的是他还是被记者询问 才知道自己被起诉 黄献吉决定要采取手段反制 我这想起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党政那么好用 所以我也计划要花两百块钱 去办一张中国国民党的党政 来当我的护身符 当我的平安符 台湾的社会今天面临到一个 我们让人觉得让人很担心的现象 就是大家对司法普遍的不信赖 我们真的很期待 就是说全民应该要凝聚一个共同的压力 给我们司法单位给我们的执政者 把这个司法做到公平公正 让人民可以信赖 民进党天王出面力挺声援 不过王献吉越挫越勇 5月18号还要在台北车站 举办呛马集气战 让民众就非核四 反贪腐就阿扁 向马政府发出怒吼 也替519大忧心暖身 记者上传从未予讨